為何這麼說呢 John 你最近有沒有看新聞 知不知倫敦選了一個新的市長 其實那個市長就是Mr.Kana 他是一個Muslim 我會覺得 這些才真真正正叫做 一個multi-cultural advanced super city 為何呢 如果你想想香港 有一個穆斯林的特首出現 或者不要說特首 再低級一點 我們有一個區議員 現在的區議員都基本上不好了 我覺得香港有很久沒去到 我們說自己是Asian society 我一點都不覺得 我們只不過現在還在說 用什麼文字去上課 用什麼文字去說話 是真的 某程度上比我想像中的 所謂的super city落後 如果我們剛才多謝 Dr.Wong 比我們這麼清晰 原來真的可以很簡單的 我們經常都在想 我們的社會是說 年輕人現在社會又不開心 年輕人又覺得很多情況 家長又很擔心年輕人 年輕人覺得自己的空間很少 然後剛才所說的三件事 就是年輕人 你應該找自己 做自己要做的事 做之前你當然要找到自己 這是一個基本 家長就是你愛多些自己 反而你太拔苗助長 你害了年輕人 社會多些共融 多些不同的聲音 多些不同的想法 其實這真是 互相提升的過程 因為多些共融的位置 我們始終開始對政治有了解 經常將民主這件事 不知是否扭曲了 我覺得剛才所說的共融 才是民主的狀態 你尊重任何一個人出現 他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宗教 而你是要尊重他的想法 但是現在我們所謂的民主 或者我們正在見的民主社會 或者正在走的民主社會 的趨向就是 只要大眾覺得是對的 那就是真理 我不覺得我們正在走的 我所說的共融社會 國家的民主主 公司 和民主社會 總共融社會 共融社會 主持者 感谢观看